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说 啊 今天的太阳真是舒服啊 在旁边的水槽槽中 一只惊怒的寒苗 小心翼地拉着她的伤腿 在到周围寻找食物 就算这么小的格子都不会出家 就好像用了放大镜尼社那样 今天教授学的张老师 穿了一件红色的西装 很突出 麗萍就说 这件西装肯定是灭双送的 同学问她怎么知道 她就得 与宫而生 是很久很久以前 有位老人家 她的名字叫做鱼公 鱼公家里面 有两座很高很大的山 一座叫做太后 另一座叫做皇屋 这座山刚刚到 上贴了一片叶子 上面写着 我有有奇妙出租 一小时五块钱 她在树下等着等着 等到眼睛都闭上了 这时候 她的丈夫就回到外面 大喊 小金鱼 我妻子 说想要一只 新型牙盆 她回到她之后 果然见到她的妻子 拿着一只新型牙盆 就被大浪吞成了 严帝不舍得这个 这么可爱的女 於是就把女蛙的灵魂 变成了一只雀仔 变成了雀仔的女蛙 生得很漂亮的 有花脑袋 白嘴巴 和红雀爪 正正因为她生得漂亮 所以人人都叫她做 精 为 了 但是 精 为 了 不肯留在眼睛 何亚主 知道人说 你这诗诗我知道了 可知你这么大年纪 可惜了我不会 小兔第一个见到的是长颈鹿 他和他打招呼 长颈鹿没出声 小兔又问 你这颗颈这么长 亲朋友 小兔看到之后 马上跟他迎接他们 小兔第一个见到的是长颈鹿 小兔和长颈鹿打招呼 长颈鹿 你好 长颈鹿 我回答他 小兔又问 你这颈鹿 今场你怎样睡觉 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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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颈鹿鹿 长颈鹿鹿 长颈鹿 长颈鹿 小兔家 把这个维尔铃的笔子 花送给了小兔 小兔一看 高声的天明子弯 哇 五声笔子 是我心爱的红靴子呀 小兔的笔也好了 三个后面又嘻嘻哈哈 亲着红靴子 找到了铁铁 小兔回到了家 小兔的笔子